1853年3月,洪秀泉律太平天国将士攻占了南京。在那以后,太平天国进入全盛时期,天王洪秀泉掌控的范围,遍及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。 而这一地区,是中国自古以来的繁华富庶地带。这时候的太平天国,作为一直不容小觑的军事政治力量,不但令清朝政府又恨又怕,连英国、法国这样的西方列强,也无法忽略他们的存在了。 我们知道,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,英国、法国列强,以尖传利炮封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。他们通过与清朝政,府制定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,从中国获取了大量利益。 然而,这样就够了吗?并没有,英法列强的野心,大着呢,1853年,就在太平天国刚刚定东南京之际,南京就来了一位不速之客。 他是英国驻华公使文汉,文汉到南京,当然不是来游玩的。他见到洪秀全后提出,要太平天国承认,南京条约,洪秀全果断拒绝,同时问路失败了,英法列强却并未死心。 在文汉离开南京后,法国公使布尔布隆,美国公使麦莲以及,英国继任公使鲍令的儿子卢因,都先后来到南京,与维昌辉,时达开,齐日刚等太平天国首领会谈, 试图拉拢太平天国,同时要太平天国承认,南京条约,以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,可想而知,他们都失败了,太平天国首领杨秀,轻在对他们的答复中,明确拒绝承认和接受不平等条约,允许外商自由出入贸易。 但,严禁贩卖鸦片,还提出,外国应向太平天国纳贡,天王是各国之主等要求。 由此可见,太平天国虽然缺乏,近代外交知识和经验,他们的外交政策也,深受封建大国主义思想的影响。 但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面,还是值得肯定的,允许外商自由出入贸易。 但,严禁贩卖鸦片,这样的外交原则,拿到现在来说,也完全不会落后。 在那以后,由于内部政治斗争的影响,太平天国的力量被严重削弱。 1861年,太平天国面临内忧外患,处于风雨飘摇之中。 就在这时候,英国海军提督河国,与参赞巴夏里来到南京,向洪秀泉提出一个,极具又获利的条件,称愿意帮助太平天国打败清朝政府。 条件是,事成之后,英国和太平天国平分中国。 太平天国想不想推,翻清朝政府的统治,想,很想,非常想。 然而,出乎意料的是,洪秀泉依然拒绝了,英国人提出的建议,参与此次会见的太平天国名将李秀成。 在其,李秀成字述,中,记载了这件事,鬼子道过天经,与天王籍,去,过,要与天王平分地土,其愿助之,天王云不肯,我争中国,欲乡,想,全途,事成平定,分,天下失效,不成之后,英鬼入邦。 洪秀泉认为,与英国平分中国,会让,天下失效,而且是,英鬼入邦。 你看,到了太平天国即将灭亡的时刻,洪秀泉仍然不愿意,以分裂国家为代价,来打败清朝政府,对于英国海军提督合伯。 参赞巴夏礼,与洪秀泉相见一世,清朝政府也得到了情报,上海地方官员吴云,一直与英发列强方面保持联络。 他向江苏布政史苏,松泰道无许报告了这件事,称英国海军提督合伯,参赞巴夏礼,此番道金陵,与密守颇有局语也,曾做过曾国樊幕僚。 的赵列文则准确必预料到,英发列强遭到太平天国的拒绝后,必将要求与清政府进行军事合作,共同扼杀太平天国,两句出恶言,将来必有一战。 果然,不久之后,清朝政府就不惜出卖国家利益,与英发列强勾结在一起,联合,绞杀,太平天国。